以后搭高铁还有台铁都会更方便了哦 因为高铁呢是预计在今年的11月 就会推出智慧型手机的搭车服务 所以大家呢只要订完票之后 凭手机上的QR扣 也就是QR码 就可以直接进站了 闭一下呢就可以省去这个取票的时间 还有手续费 那么台铁呢也将在年底12月的时候 推出超商取票的服务 民众不用排队了 每到过年台铁高铁旅客大增 排队购票取票要花不少时间 但现在双铁不约而同 将在年前推出票务新措施 高铁就预计 11月推出智慧型手机购票进站 网上订票后 就可以直接凭手机收到的QR码进站 完全无纸化作业 用手机就可以直接进站就蛮方便的 因为现在大家拥有消费型手机的人还蛮多的 还蛮方便的 它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因为手机通常都放在身边 所以这样拿起来就可以进站 智慧型手机搭高铁 预计10月测试 但初期只开放个人订票 年底前也预计推出悠游卡进站服务 而台铁则将在12月推出超商取票 每张手续费8块钱 民众如果订好了票以后 以前都要到车站或是到邮局拿票 那以后呢 就可以直接到超商就可以拿车票 跟高铁最大的不同是 我们还提供可以退票 预计今年年底 台铁就会多1万个超商取票点 高铁也可用手机搭车 让民众返向出游更便利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